有年之后它会变成这样子 它跟那个永生花还是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它就会保持得更久 这样新鲜花一般一个星期左右 它会凋陷 像我们那个至少几个月几年都可以 只不过是它最后它会变成干花这样子 有没有说因为 这是有一些散散的 这种玫瑰就是更贵一些 有没有价格上面的不一样 跟普通的鲜玫瑰花 要贵一些 因为这个包一束花 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包出来一束 因为它要上色 要打胶 要一朵一朵的去做 所以它时间会更久 但是它保持也久 所以比方说一打新鲜玫瑰花 一打这个玫瑰之间 它价钱是不一样的 这个款是我们店的经典款了 十几年了 因为它有几十个颜色可选 像 自然生长的玫瑰 它没有那么多颜色 所以我们会做出来很多不同的颜色 就像你看 像这样 Tiffany的 像这样 Green orange Purple Lavender 各种颜色 客人可选择的余地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会做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颜色 和我们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